工作坊的最后一场活动 首先还是要非常谢谢严老师 刚刚跟我们报告他的探险室的研究 乐在其中 如果能够把工作跟兴趣结合在一起 不过您的运气很好 不是每个人的兴趣跟研究都可以相结合在一起 不过您付出的信号也很多 就是说要到各地旅行 非洲很多 不过这个也是您自己独特的兴趣 别人可能认为是一个比较苦的事情 我觉得比较热 非常谢谢他 可以说是一个现身说法 把一位新晋学者如何投入研究的情况 跟各位说一下 那我们这一场就是最后一场 就是综合讨论跟意见 整个交流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上午的第一次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方的主题 就是科技部的传题研究计划 那我们刚刚那一场 关于计划撰写跟审查重点的部分 没有时间来安排问答 我想说今天大家真的很不容易 从各个地方来到这边参加这个会议 我想说可能有些问题 所以说有关于这个 等于说我们今天的综合作谈 第一个功能就是说 等于是刚刚那一场 这个计划撰写跟审查重点的 这个问答的部分 那另外呢 我们也不用说把我们的问题 完全限制在这一部分 其他的 关于这个 等于是这个新手 开车的新手或什么新手 进入这个学界资厂新的任何问题 特别是跟这个knowhow 跟这些tricks 就是说这个 到底这个行业有哪些问题 我想今天都是很难留的场合 都可以问 而且我们今天不但有资深的学者 也有心境的学者 所以大家都可以设法 给一点回应 好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们最后一场的这个问答 那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要问任何一位 这位演讲者 谢谢你 然后任何对我们的理想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 这个计划在执行书写 或者是审查后续报告 我们碰到任何最大的弊 或问题在哪里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需要很多的人线回顾跟详解 可是到真正写成书 或者是论文的时候 很多都要丢掉了 因为跟主题不相关 那这个会形成一种资源 跟时间的大量浪费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弄那么多背景 跟社群网路的连接 或者不要互动或对话 这东西其实是一个极小化的 最重要是把我们论领铺成诊 然后我们会做到这种证据 所以那写计划整个方向 是跟我们论文的成书 跟书的成书 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那这样的结果 这个计划方向 会不会造成研究者 使经跟资源大量的问题 谢谢 是不是请陈老师先回应好不好 刚刚提到第一个问题是说 有关于计划在撰写的时候 什么样的最大的瑕疵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瑕疵应该是 计划书给人感觉是很凌乱的 张法没有办法看出来 它的脉络到比较凸显什么的 所谓的做足功课在前进很重要 所以我刚刚讲 第一个大概可能就是 不管你的研究表现的存款 是信念能源的30%也好 或是一般能源的50% 那个地方可能存款也还没做 那其实真的有点是去 当那个落包子打狗的 那另外一块就是计划书 应该是充足的 刚刚那个艺术学们有提到说 老师这样可以吗 我们上次还有看到一个 真的也蛮值得分享的 就是说那个摘要 上面还挂到说 审查委员你有时间太赶了 我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摘要 但是这个是一个那样资深的学者 我们当时知道 他怎么在浮动区之下 就当时在剪头浮动区的时候 就是有没有什么 所谓的病名 他怎么这次没拿到计划 我们特别小心的逐条go over 那其实真的有一些时候 就是做足功课 有没有做足有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最大的瑕疵 可以看得出来的 那至于刚刚的第二个问题是说 在头期刊的时候 跟现报室算写的时候 确实有些比例上来讲没有错 背景的部分的空城不用那么的多 但是它不见得完全都是浪费时间的 今天有些东西像是前置作业 那也要想着说这个前置作业 如果能够描述得比较详细的话 它确实资源的注目的机会就有 那如果说我们也有一些学者 他其实他需要的资源不见得是 要让科技部的人力进来 他才就可以carry out sit in an out chair 他就可以写东西了 那种可能就真的会觉得说 他为了要拿这个计划 他也要花很多时间去铺陈 他的所谓的研究背景的部分 但是其实研究背景的铺陈 在整个计划数量比例里面 他不是最重要的那一块 他还是有一个真的 文献的探讨的那一块 他会连结到文献探讨 然后看他们缺口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先投一般的其他论文来看的话 文献探讨的那一块 它事实上是很重要的 甚至那个研究背景跟文献探讨 有的时候甚至在一些实证研究里面 它是locked together 是一个大section 然后才有research question在他后头的 所以我觉得也不见得是 要把它想象成是浪费时间 是一定有抵触的 但是就靠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觉得说如果这是一个很大的抵触 你明明可先存外 你又表现那一块 等到它有一定的能量 你再来投计化 要这个资源 这也是一个思索的一个方向 但是其实整个决定权 还是在申请的您自个这边的决定 我想我只能回应到这 谢谢 是不是请賴老师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这问题可能是很多人都会想到或遇到的问题 请 我倒是比较想起的 就是说我比较care 就是care就是说 有一些年轻朋友 就是刚拿到学位 要走上这个研究的道路的过程中 那因为科技部有这样的已经变得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它隐含了许多的武艺性质 可是有一些朋友 因为蒙在自己的思考的方式里面写计划 所以他在审查的过程中几次的挫折 那这个本来这个计划是要帮助你给你一些资源 让你稳定地走上一个教学和研究的项目 让你成长到来 却因为这样的几次的挫折之后热情丧失 那甚至因为不够了解了这整个的审查 这个机制的过程 这个过程确实我自己也认为 虽然它不会都是完美的 但是它有一定的相互内部的合理的机制的建构的细致 也因为这样就误以为这是黑箱 那开始对于学术做史料的热忱 这是我最care 那有的人因为在都写了生父报告 那生父报告也写了非常长的认真比计划还认真 那可是确实这里面 主持人已经提到 陈老师已经提到 就是说生父通过的机力确实是低的 确实低的 那这涉及到许多的还有进队的问题 那经过这么认真生父之后又没有通过 你可以想象那种挫折跟那种 其实所以我们后来再处理这种case 都会觉得应该做一定程度的心理治疗 就在回忆意见的时候都希望说不要再加重这个伤害 那怎么 可是怎么让自己藉由这个资源 研究体上来而走向 因为审查这个机法你从第一个角度看 如果你是一个很热情的研究者 而且是一个在旅行中做研究 在研究中做理想研建副这样 你一次两次写好年就集完 而且稳定的发挥 因为审查集完都是学界里面好的 大部分都是很专业 优秀的学生在审查 他很快就会发现你是一个新的将来的superstar 他会发现学界原来有一些很有意思的 年轻学者不断地在成长在进步 这反而是你很好的 跟学术是你互动 所以我比较k 大家怎么样在这个写计划的时候 把这个心境调整好 然后让你的步步踏实中一步步往前走 而不是几次挫折之后 你的热情不见 这个是我k 第二个就是我先回顾的部分 我完全努力淳于老师讲的 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跟你的研究社群 好的研究 做对话的这个挽回 来往的过程中你写那个评书 而不是说你做一些你觉得就是说 因为计划要写文献评书 所以你就结果在你将来的研究中 这部分进不来 这样你就会觉得是浪费时间 可是他原来的用意是你跟学术社群 做真正的这个argue的辨证对话中 那你将来这个部分我认为是会转化为 你的研究的写作里面才是我回应大概是这样 因为我个性很不喜欢写研究回顾 我完全知道 不过我在想是这样 那个研究计划的研究回顾 其实跟这个期刊或发达的作品不太一样 研究计划的回顾往往是范围要比较大 有点像是一个field或subfield的 可是你写那个题目的作品就大概只是一个特点 所以如果你真正做得比较很mahesic的话 除非你轻易换你的题目 不然它不会只用一次 我不想想是不是能说清我的意思 就是说你不会说因为这个计划产生一篇论文 那那个回顾里面的资料 你产生出来的理解或是回应 只能用一次 除非你把它换掉 通常来讲一个回顾的话 它可以衍生 应该是有好一些 应该是这样子 那我会这个稍微做点说明 辩护等等 不过在性情上我可以知道 因为我还喜欢这些事情 好 那请 请个提问 哎 请 各位老师 你们好 各位老师 你们好 我是哲学学门 叫何中生 中正大学哲学系 然后我目前已经申理过两次 然后有过一次 然后就是有几个问题 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好听到几个老师说 你们那个学门计划书通常平均大概是30页到40页 这我也很吃惊 因为我误会一些哲学学门的老师 好像十几页就算蛮多 就是因为你们常常讲说你们要 就是我们这些新进人员 投这个计划虽然就合理 就是不要太夸张 就是太少或太多 可是其实每个学生都有差很大 然后我们其实是有点被蒙在谷底 就如果今天有听到说哇40页 然后就回去写个40页 我就觉得哇 真的负担很大 因为我们的论文大概也就 像投稿他不会一篇论文大概就五六千字而已 其实蛮短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办法增加一些透明性 就是对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那个出国参加研讨会 这其实是我比较需要我比较在意的地方 那我之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 我常常发现在国外的一些比较好的学校博士生 一年参加五六场国际研讨会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回来台湾的时候就非常难以 我就真的写无障国际研讨会 然后我的那个评审就说 我也忘记他的用品 他就说很奇怪为什么需要去那么多场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不晓得这是科技或是有什么内归 就是我们大概一年会辅助学者出国出去参加研讨会多少次 如果你们刚刚说金费有50万 那如果50万我根本我也不想要请什么助理 我也不想要买什么书 那我就是多参与上下三次好了 这样可以吗 之前赖老师回应赖老师跟这个学门不要近好不好 可是我都是有也有参与到这些学门的一些工作 那刚刚谈到的那个页数四十五页是上限的 是上限的 那因为职学家他们其实重视的是那个概念的精准 所以他们以我知道这些学门的页数是稍微在比较少 不喜欢啰啰嗦 认为太长的通常是通常不清楚 才会没办法讲金质才会弄那么长 这些学门是比较没那么长的 但是就是说过以不及 就是说你还是要让那个审查者去理解你的企图 你的脉络 那这个长短其实还是有一个任务 因为我知道的好像一场一个计划编到五六次出国会议 真的真的在台湾 我目前看到在我这些学门 我也觉得会被质疑 可能是确实是不同的文化 那这些学门 但是是不是只能编到一场两场 你还是要去说服 要去说服整他 但是就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些学门 我觉得合理到两场或是一地研究配合这样子 应该是你的学术品质如果那个计划如果好 还是有一点弹性 但是五六场我觉得会建议不要 就连资深的顶尖的学者 我也没有看过说一年的企划变到五六场 五六次出国 因为他会质疑你就是你有那么多的一年里面 写出一个有品质的讨论那么多吗 他会反而去研究你的研究的质疑 好 那我们不要feel free 那今天没有说对错 就是国情不同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发言只是说 因为我只是梦在谷底 我就照着我在国外的经验系 第二个是关于这个出国这个参加业讨论 其实我自己在国外关于他们就是去做Network 所以不会说我一篇文章可以出国参加一次 而且一篇文章丢了好几回 我曾经看过有一个人他同一篇文章讲了好几回 而且分了两三年 最后那篇文章登在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没有这个人是在国外商 你有什么特别 另外一个可以申请 比如说如果科技你的情况没有通过 那么我们有需要 另一个国附的那边 可以考虑你出国的那边 没有 我有好奇何老师吗 这因为我做过很多年的学路行政 你说你在国外看完一个人出国五六长开会 那钱是谁出的 他自己出的话市场都可以 没有现在一些很好的大学家 大学家他们给国是什么 我刚刚讲是国是照片 不老是因为钱是非常多 我是不知道 因为在我以前是没有这个情况 大概一次就不错了 那现在如果经费多五倍 台湾来讲的话科技部 因为坦白说我很久没有参与科技部的实务了 那我的印象好像就是异常 那大学来讲的话 比较资源就会像台大来讲 台大文学院 大概资源也就剩一次 大概一年一次 那大概东寿西寿可以有两三次 再加上自己出点钱四五次可以 可是国外有多少大学 可以支持一个博士生出国五次 不是自己出钱我是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那个资源是非常惊人的 像从台湾到北欧一趟 到纽约一趟 那个发率非常高 一次就是纳税人的六万块钱 所以确实在台湾是 制度是没有这个情况 看陈老师 黄老师 刚刚那个所谓的病年期的计划 在语言学文 那也是上线三十年 单年期的 那或者是那多年期上线四十五月 哲学家先生 像当喜山老师说的 只要想形象的学那一块 那现在学文造型的那个 就是女老师就女文系的嘛 你就跟他请议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 好害怕 所以我刚刚说进化书本身的页数 各学文确实不一样 但是是公开的 你可以去点选 他一开始上线之前有些规则 语言学文 我刚刚讲这种语言学文 有些规则 我们是可能要把话讲清楚一点的 那你们哲学家可能是强调概念有了 不用太描述是OK的 所以说这个是学文上的差异 那至于说那个补助博士生物的老师 有没有内归 通常在语言学文 一年大概两次就是非常了不起了 你想想看 你还要教书 你还要服务 你还要做研究 如果你到六次的话 你平均每两个月就出去一次 那你的客户的问题怎么能够处理得好 那一般来讲你要出去的那个研讨会 也要有相关性 跟你的计划需要相关才值得出去分享 可是在一个计划书撰写的过程中 你可能到要能够有一定的研究发现 要去分享都已经是差不多半年过后 你才有可能有研究发现 才能够去分享 还要看研讨会投稿的那个照片时间 所以在语言学文是也很罕见 一个老师会提到要六次 那确实有老师他可能会一开始 他核准的经费很多 他要去变更 那变更的时候也会送到那个 承判人那边能不能变更 从成功也要看他取证的资料 是否有必要性 但是我刚刚听到的是说 是同样的一篇研讨会论文要处习很多次 那这个我们也是比较不鼓励的 supposedly 你应该就只有一个 你觉得已经有代表性 你已经有拿一些feedback回来 就应该是朝向去做那个 其他的一个投稿的部分 不会再去做很多的交流 虽然他还不算是正式刊登 但是通常也是鼓励他同样的稿子 应该也是一次的联讨会 就要开始反思怎么去把它弄成 去面的东西 那我现在讲的观点也都是语言学 自己部分的 谢老师才是真正的哲学那一块 谢谢 那个既然在场比较多新进 可能我讲一下我们政府的体制 其实我们的这个出国经费叫做拆拟费 我们的这个政府的整个经费运用 坦白说是以防币的原则 那出国是比较容易 避赛比较多 所以拆拟费是跟一般业务是分开来的 所以分开的时候不能留用 所以你不太可能把你的其他的钱拿来做 所以是我们整个国家 其实不是只有科技费 整个国家其实通通是这样 可是这个有不合理的地方 因为它是防币的 所以你出国的钱是参与费 你请人的钱不是参与费 所以你请人可以请五次来 只要你弄得到钱都可以 请人来台湾演讲 可是出国的钱就是参与费 参与费不能跟别的钱混用 你一定要申请到那个specific的那个钱 我也不只是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整个政府体制就是这个钱 各位稍微先来解释 好 那请问还没有任何问题 好 我想请教我先来就是这个奖励的第13页呢 周老师在讲学术研究伦理的那个部分 就是规范的部分 我想要请教就是那个 上面有说各机关 他必须在12月1号之前完成这个部分 那因为我是在博物馆工作 我不太知道说我们的博物馆 他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那我怎么去知道 然后第二个是刚才老师有提到说 如果是新进人员在7月30号之前 提出申请的话 就可以不需要先上网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我是在想说这个会不会跟那个机构没有完成 所以新进人员没有办法去提出申请 这件事情的时间上 因为一个是12月1号 一个是11月30号 不晓得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是说那个个人的部分 是不是要自己上网去处理 就是要去做这个学术研究审查 这个课程的部分 就是有点不是很清楚请阿伯老师 你说明一下机械 这个还没有定案新的 那邹老师有没有什么讯息可以回应 我想那个早上那个学术人品的那一块 因为我刚好早上有事没有过来听 那我不知道老师的分享是说 各机关12月1号的前妙去完成该有的一个报告 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跟你的博物馆的机关的承办人员联络 他这一定会有资讯 那如果是学校单位的话就跟你联邦署确认一下 那至于刚刚第二块就说新进人员 是不是要在12月31号以前去完成这个 新进人员它其实弹性是大的 尤其是在三年内的 你都还有随到随省的一个所谓的 这个叫做棉子金牌 不用跟那个大宗神那一块 所以它是另外一轨 所以你可以避开那个高峰期 就是新进人员可以考虑是在那之前 或是之后自己抓一个时间点的timing 那怎么抓这个timing 就是你的存款够了没有 你再去用掉这一块 就说存款就是你的30%的研究表现那一块 你也觉得这次去试应该已经有胜算了 那你不要随便的去就去给它寸密出去 那这个就很可惜 虽然计划数是还不错 可是因为研究表现的部分的能量 还不太够的话 那还是有点可惜 所以新进人员12月31号以前的那一块 是比较没有那个严格规定的 因为你可以随移 比如你自己这边 尤其是三年内的新进人员 那至于刚刚说那个研究伦理的那个送审 有没有那个需要送审的那一块 目前来讲各学院里面 都有附审委员台看你们的案子 那你们案子里面 有些是真的涉及到一些需要 然后不同的那个研究内容的部分 它涉及到一些要送审的 那个研究伦理的那个证明的 那以原学们来讲的话 只要您的申请书在那个地方上传的时候 你先讲说你已经还尚未完成 但是如果计划书通过的时候 未来会缴交 这样也是OK的 那通常都是副审委员会 后来还会再确认 目前我们这块是放松的 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像医学领域的那种 有侵入式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是送到这根块 所以大部分来讲 在这个等级上来讲没有那个严重的情况下 你先写上一个上传的档案说 你未来通过的时候会上传是可以的 或者是你给那个机关的部分 它是已经神秘但是还没有通过也OK 但是有些机关的要求它是确实是说 你要送它的单位你要有那个六小时的研习 所以如果大家为了不知道未来的研究 有没有严重度到是属于有侵入式的地底级的那一块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研究轮理的工作方法 跟六小时的研习 我都觉得我建议大家还是先去听一下 因为你先把那样的一个研习证证拿到之后 万一您的计划说未来要需要送那个单位 不管是台大也好还是司法还是其他单位 他就会受理您的案子 那有的时候当副省会议的时候 确实您认为您可能是需要收 因为你涉及到一些调查的关系是跟人有接触 但是后来还是觉得说你这个等級其实不需要送 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那我刚刚说为了让您到时候觉得要送 已经Ready 你还是要先去参加研习是最好的 我也是今天才第一次听到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想在实务上来一般来讲 麻烦各个单位或是机构 跟这个处理研发数有关的 跟这个科技部的这个承担人员询问一下 那资讯非常准 那另外来讲就是新境人员时间财性比较大 因为你可以随时申请 所以如果时数还没有的话 稍微去个时数后再申请 好 那还有其他问题 请 这边先好 总理好 我是东武大学的文系郑欣怡 然后我刚刚早上有听到的是那个 新境人员是五年内随到随胜 可是您刚刚说是三年内随到随胜 所以我就有点混乱了 请问这是如何认定呢 谢谢 确实那个三年还是五年 其实也是一个浮动 最理想的情况下 你就问您的研发处 然后还有另外一块就是 你要选择新境人员 可不然你发现你资格不服 那也会让你退出来 系统会告诉你 因为有些人他换学校 他第一次的学校他可能待了五年了 那第二个学校他觉得他是新境 可是系统有的时候他判断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刚刚讲包括那个 现在其实很多资讯都是有点零外的 包括是十年内的 全部都要有相关的才能列举在 publication list上面 还是说也不相关的也可以列 虽然是有点不太模糊 真的是有点模糊的 但是我刚刚讲 如果您自己认为是 新境人员的情况的话 你也可以跟研发处能够确认 甚至另外一个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打电话给你的学门承办人 就是您或是德文的部分 是偏文学还是偏语言 文学 那就是问莱文君小姐 问文君 他就清楚可以告诉你这样子 有关科技部专业社 最重要就是承办人员 会很准 如果问研发当晚他说过错误的讯息 因为规定改了很多 那我们这个单位是科技部专业社 主要是服务学术界的 我们今天并没有请到说 科技部专业社的这个承办人 不过承办人服务度很好 为什么你打电话或是音乐都没有问题 好 请 我先简单讲一下刚刚那个研究人员的部分 因为我真的有听到这一次的讯息 就是他不是给新境人 他是所有的人要投科技部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包含从校长到助理教育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林教授有提到 就是关于研究跟教学结合的部分 我觉得今天比较少提到这个部分 我很好奇就是怎么样把研究跟教学结合在一起 然后甚至刚才我忘了是哪位老师有提到 就是研究计划的贡献有一块 是要谈到说培养后继这件事情 那这个教育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块 那可不可以请三位分享一下这一块怎么做解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我很幸运 然后在清大教书 那我们研究所开的课程 是可以跟你的研究主题结合的 比如说我在研究所就会开 短信文学的世界想象 对那就等我的研究主题很密切的结合起来 那带着学生一起来研读资料 然后一起分析作品 那在大学部的话 我确实也做得很结合 就是我会开售旅行文学 对旅行旅文学 那旅行比如说家同学怎么购买背包 那怎么住那个便宜的旅馆 比如说几十块台币可以住一晚 然后出去玩 对要很低的经费 那可以玩很长的时间 确实这当中就看个人怎么样把研究的东西做一个转化 它有些方面是比较偏向学术的 像我研究所开的课 也许把我的兴趣转为那个学术的提论 那开出来的就是比较学术倾向的课程 那大学部方面也许转化的也许就不能够太极端 那也许就旅行跟文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但是我可能再用两分钟来回忆 大概就有一个提问 就是我们的那个研究计划的那个背景的铺层 会不会显得浪费跟我们未来投稿的时候 好像也不太相关 那对我来说 写研究计划跟投稿 它属于不同的阶段 写计划的时候 我对那个主题还没有那么熟悉 它确实是需要去梳理的那个背景 我为什么要来研究它是自我的一个扣论 包括你之前做过什么样的研究 它引导你走向新的这个主题里面 那当我研究这个主题一段时间之后 我把它写成那个论文 对那个时间点已经不一样了 对 那我对这个主题已经是够熟悉了 所以我的提问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那即或是学术背景的那个铺层 计划背景的铺层 未必可以用到我的学术路纶 可是我学术路纶的那个书写 还是经过那个背景那样的经历之后 才发展到我比较成熟的这种思考的模式里面 它其实是有所回忆的表面上看起来片段不一样 可是还是经历过 才会走到你论文的整个诚实的结果 好 那我也有一个老师 很想后进去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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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想那个教学跟研究结合 确实是一个挑战 我以我个人的那个故事来说一下 我到西方演习的时候 其实我是做剧法的出身的 结果他给我的课 其实配菜课还蛮多的 我还需要教听讲练习 那我每次在讲教听讲练习的时候 我心里在堂写说那我的存款怎么办 所以我刚刚讲说 如果你自己在学校的体制内 当开课本身没有办法像这么大的弹性 像听到有可能 像维俊领域的好像很多时候 是可以开始非常感觉 他的那个开课的议题 就已经是more like a topic to write about here 那我们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 固定的课程系要去服务的 那我自己就真的是去花了点时间 不要自己的另外一个专长 你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其实不是只能做那个题目的 所以我开始就看听讲到底还可以深耕什么 所以我有去看一下听讲的书 用相当的文献 那我就到一碰碰到我的课堂的时候 我就开始说合作学习跟听讲之间的相关性 所以我就把我的班上学校 我就开始分组了 那我就看了 我就开始从文献上里面找到说 Kushinia可以怎么订阅上 你这边P4他们的所谓grouping的时候 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agrements 他都没有在哪些点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教学跟研究的结合 我就从那里面再去写其他课文 然后再从他们的一个平洋的地方 就分析他们的data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教学跟研究 可能还是可以有结合的机会 但是可能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原来在学术两成的过程中 所谓的真正原来第一次的语律的部分 但是深耕之后 可能还可以再有能耐 再开发另外一个专长出来 那至于培养后进的部分 其实你的研究计划如果能够通过的话 一般来讲你通常很少就是完全没有研究生的 一般来讲都会有一两位研究生 来协助你做一些文献整理 然后资料收集 那您在带着研究生的过程中 其实他们也从您身上学到一些资料整理的方法 或者是一个访谈的技巧 所以这也是培养后进一些功力 那在你功课的部分他们确实是甚至把一个计划 可能就直接分三块 会各直接就督导一下 那集合就是那种 人文这一块比较少是这样做 但是从跟老师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中 他们也学到一些这样的简器窍 那我想这个可能是所谓的 西南老师心目中的 我再猜测了 应该是这个 那可能请他讲比较精准 好 放心 请 差不多了 主要是在疫情成果那一个欄 当然这个是在整个计划里面 其实已经是非核心了 所以其实大理上是不会影响到你这个计划 通不通过的关键因素 但是它的疫情成果里面也有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申请助理费 我个人在助理费方面会申请的别多 原因是因为想帮学生 就是除了他们的生活需要之外 就是说让他们能够不要去监太多关键 能在这个阶段好好专注地从事他们的研究 那在跟我们从事计划的时候 通常他的研究跟我们是一个接近 我们一般在找助理的时候 而且依我自己我是会设计课程的 就是说我这一两年研究这个主题 我通常会相关开设研究所的课程 那他们就会参与到这个课程里面来 所以也就是说一个计划除了帮助助理的助理费之外 这里面也有一个学术的传承 那透过你在研究过程中他们 那有时候我们会邀请学者来办工作坊 他们除了这个业务的帮忙之外 我是很care的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不只是工具性的处理事物 是真正在面对学术态度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参与的这个学术中 他们在这一块里面有特别的眼界的打开也好 学术的态度的养成训练也好 那在这个部分你就在这一栏里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基本的研究 那我只是想要说我看过一些学者在这个地方很用心 他们曾经也因为这样培养出好的人才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提到一下 事实上是一个计划的长期的研究者 如果他愿意在这个助理上面多去培养 他可能可以因为这样再出传承 新晋国之后的传承 好 再请其他提问 诶 何老师 有其他的同事啊 有点太多 因为今天刚好真的就突然想到一个文字 没有台文字在想的字 就是说因为今天大概都是新晋人员 然后科技部或者是中研院 有很多对年轻学者讲像五大有奖 或是对青年轻学者定义 都是用年纪在做定义 就是42岁以下 然后最近那个我看报纸好像说 那个科技部又要搞一个什么爱因斯坦的计划 说什么只有年轻人 有年轻人才会有些科学突破 所以定义在30还是35年 那我觉得这个也蛮违反国际潮流 就是在欧洲的话 如果定义什么叫做Junior Researcher 是用他博士毕业之后几年内来算定义 那这个没有年龄歧视的问题 接着说我刚查了一下资料 就是有个统计他们从有落费的 有史以来到现在 其实然后去看他们得奖 他们在哪一年让几岁之后得奖 到现在来讲40岁以后 他们那个突破性的发展 在40岁以前做出来几乎已经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是个很专业的时代 所以这个年纪的这个迷失已经是被打 应该被打破 然后我其实很支持 就是因为我实在是很新兴趣 我实在是很支持说科技屋下来 愿意把这些资料给一些比较迷失 但我是希望说可谓不要再用年纪 来作为一个定义比较清理 有些是希望他要博士毕业的人 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年龄歧视的问题 我想这个可以提议 那个问题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现在确实不但是 人都没有讲人年纪越来越大 当初的教授人年纪也越来越大 我的政策都先我非常清楚 然后我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短 那将来年纪越来越少 那这是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大家也注意到了 可是不是说一下子能够转着身来等等 那定年龄当初是可以考虑 当然用博士后几年也可以考虑 不过定年龄肯定有一个因素 就是因为坦白说 我们的这个学术讲座 都是理工科人家的主导 因为是科技部 他们所占的经费 远比远远远的社会多很多 那当他们主导 当主导的话 多少还受到他们的影响 那现在虽然理工科的 博士学位拿的业品 就说取得力 他们先拿当Postar 谁也会想到成 当初叫谁也比以前估计大 可是相对来说 你觉得你有点工程 还是年纪比较轻 所以我怀疑那个几岁 是从他们的领域的入职场时间来算 所以我们是可以回应 可是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快 不过我是觉得 这不是那个严重的问题 不过确实可以反映 不过我是稍微说明一下 现在是个比较辛苦的时代 那为什么科技部现在想多奖励年轻人 也是希望说 希望不要把这个时程一直往后延 这样对大家都不是很好的 就希望大家能够尽快资源比较多一点 所以现在除了科技部以外 很多大学等等 都希望把多点资源给心理学者 有些心理学者 往往年纪也算很轻易 对吧 好的 再请 各位长官还有其他学校的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们听我讲也知道 我站在兢兢的 觉得说是一个很不好的问题 但是我也代表一些认识的 在其他大学教授的老师 就是说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个成绩 而不是只有评语 因为我们看到初审的评语 可能都还很好 而且列出好几件都很好 可是到了副审怎么就没了 那因为我们在写的那个计划过程 酝酝很久 花了太多的心血 那万一没有过大概都有心理 多多少少一些创伤 那如果能够告诉他们说 今天是84分可以过 那你刚好是83.5分 那这样的透明化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更心无口福 然后心理的创伤更容易痊愈 不好意思 这个是不大好的问题 但是我们有试以下有这样认量说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分数 让我们知道今年要几分才能过 然后一切都很透明这样子 不好意思 这是问题 这位您大概不知道我们能够回应过 还是请老师没事 来 那老师先 各位确实是有一个现象大家可能会恐怖 比如说你拿到审查的最后有结果 现在结果是公开的 那你看你的审查一件是不是蛮正向的 那看审查的意见 你觉得你怎么会没过 因为审查看着两份的专业商 大体上都借向 就算没有警告人家也都是肯定的 但结果没过 你当然会觉得很困惑 那在这个部分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 陈连长一开始就有谈到就是说 他每一年他决定那个通过的那个件数是 因为那个 比如说今年如果那个经费 疫情是150件的时候 他是会在那个地方划出那个分数线 再来去 可是每年 偏偏是每年的分数线 它就是一个移动 因为每一年的审查者 他给的那个分数就是会浮动 所以你去年如果是80分可以过 明年不一定的 有时候是会降低 有时候是会上升 所以那有什么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你其实是很不错的 你被肯定 可是你那个学本在那一年刚好就是说 分数都往上拉 都往上拉 结果你可能高分落选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在副省委员在 因为副省委员会最后给一个中和的 副省委员的意见 副省委员在这个地方 会尽可能去做一些陈述 让你意识到这样 其实就是表现良好 但是你以为资源有分辨的问题 像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那大家如果知道的这个状况是这样 就比较 如果你公布固定的分数的时候 它会影响下一年度 如果审查者它会根据去年的分数 做分数的大这个评量 这个好不好 我们也曾经思考 在中学院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它会限制了这个审查者 可是这个也会造成一些弊病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 它没有办法完全量化 变成一个客观 可是怎么样透过副省会弥补 尽量弥补 这个是在做西部的不断在调整改变 一来越严谨当中 原理学们其实给那个畜生委员一跟二的时候 我们是都有把去年的通过分数给老师们参作 因为系统上是说75分以上时的考虑不住 但是如果再打75分我们都知道 他可能如果没有提醒他去年的通过分数的话 他可能就觉得我给你75分就是够通过的 所以我们都有提点 那我们圈时分数每年都比较偏高的 越来越高 但是还没到中文学们这么高 中文学们通过是80分以上起跳才有机会的 只有69分更高了 我们今年通过门槛是78.75分才有机会 那我们去年是78.1分 所以又比较高了 那已经都往上掉了 但是为什么老师没有拿到分数 因为其实很多老师他的分数是一回事 他的评语又是另外一回事 有的老师分数跟评语是不match的 他写的很差 可是他分数打的还是很好很高的 所以后来都是因为在讨论过程中 为了避免这个纷争的关系 所以申请人的内端是看不到自己的分数 但是你也达到的就是去掉了可能所谓比较犀利的 海风马牛不相看这样的措辞的东西 让你来参考实际上是意见的本身 那至于说各选的未来有没有可能思考 分数就直接开放给那个申请人 我觉得这个事还是有可以讨论的空间 现在目前是已经有给出省委员知道 每年的通过门槛确实也是都是仅供参着的部分 那我比较想要回应的说 新进人员的话我自己个人的感觉说 其实您写好的计划书如果可以的话 请教一下柜系上面的一些senpai 就说跟你相关的一些领域的师长 他们可能可以照顾后劲的心态 来看一下您这个计划书 可能你是自己觉得还蛮好的 可是忘了拿一点 可能要再抓紧一点的部分 那如果现在有师徒的概念的传承的话 应该是比较能够给出你原来没有看到的盲点 所以我刚刚说有可能这个师长就在贵系 有可能这个师长是您之前的 硕博时代的一个师长 他还是可以 因为他没有机会省你的东西 他是要回避掉的 如果是您过去的师长 他是得回避掉的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 他其实是可以给您很多正面的一些回馈的 另外一个就是在存款那一块 我也会比较倾向 因为在新晋能的一个阶段 如果你的朔博论文能够开始思考的话 你可以跟那个你过去的指导教授 赶快想OK一起化名合 你去出摊 可能机会会比较高一点 至少在严谨度上来讲可以掌握得出来 那这样也可能比预计的运计的速度 我们会再宽一些些 谢谢 那位老师问题其实碰到了 触动到台湾高等教育跟学术界的这个 碰触可以说 因为我们台湾其实先不谈实验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 其实我们科技部的计划申请的通过是比较高 跟国外新立国家比较 为什么科技部带来创伤那么大呢 问题在于说我们的高等教育经费有重点数 所以大学本身没办法提供老师基本的预计 别人是大学本身可以提供一个基本的经费 那你等于是说你要有比较大的计划的时候 你再另外去申请 那那些计划可能通过率还是20、30等等 可是你即使那个不过 你基本就还是可以做 那等到累计一定成果的申请较大 可是我们台湾就说如果你没有这个地方 有的很难做 那有时候可能要五年 三年五年才能写一件paper 对一个人做的是非常大 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就是 所以我其实碰到这一类场合 我都会考虑到失败者的问题 因为我们只讲通过率 那不通过率也是一样啊 也是四五十啊 那不通过率里面 只有一小部分人是有时候过的时候不过 那很多人是一直都没办法通过怎么办 这一类的问题 其实我个人就觉得还有每个人的环境不同 有些人真的是 这个教学负担非常重 而且教学教的课程 根据一个观点 那这怎么办 所以我其实真的很难回应 我唯一可以给的 bias 就是说 就是说你尽量 发表 写更写 有那个 学位论文的时候 先学位论文发表 因为有时候不通过的原因 其实是跟发表有关 不然是这个 其实你其实是发表部分比较弱 所以你的计划 再变得比较好一点 有时候未必会过 有时候有这个因素 就看怎么样能够用 手涵摇的方式 就是尽量出白点东西 那下一次的话 可能会有 我只能这样讲 其实最主要是 大家就希望说将来我们整个 这个学术界跟高中教育界的 整个环境可以比较好一点 这个 各个学校能够至少给老师 一个起码的研究经费 即使是说 你的那个 没有这个科技部的经费的时候 你的那个炉子 那个火还可以烧 这样子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还有点时间 对 对 对 你好 我是台北市医大学陈宏书 我想要请教的问题 是有关于解案报告 就是说在审查 那个新的计划的时候 上一期的解案报告 对于审查委员来讲 他扮演怎样的角色 那因此如果我们希望 能够在下一次 可以拿到比较高分的时候 我这一期真的写解案报告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写才会让 审查委员觉得说 我的确是有延续性的研究 但我目前的研究 已经做出了相当的成果 谢谢 那个谢谢洪书老师 其实解案报告的写法 因为如果是三年期的 其实就是所谓的精简报告 六月到十月 甚至有人写到十二月左右 那其实 刚刚成员长他讲的 其实 其实我们现在都要有个心态 就是 如果拿到计划要赶 没有要会散减 结案报告也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我也看到也有人 我在看他的结案报告 他真的很slappy的做 他的actual也没有改写 就跟他原来计划书一样 他的finding都已经出来了 那有看到在结案报告里面 点进去的时候 应该有个叫出国发表 我就看到他就放了两张power point 跟他自己造像的摆一个知识 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 这些资源没有我们也要做研究 不是吗 因为你就已经投入了这条 走在这条路上了 所以如果有的话 那要很感恩 那没有也要想办法做研究 这个一定要有认知 所以刚刚的结案报告的完整度跟详细 其实我们通常也是自己扪心自问 如果我是reviewer 我会觉得这样的结案报告的撰写方式 严谨度够不够 他给人的就是一个形象问题 这个人的一个学术态度的问题 至于要怎么严谨 我刚刚说如果他是三年期的 一般来讲页数不会到你充到三四十页这样多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扒慢一下 那在语言学们的一个结案报告来讲 其实不会太难写 主要的原因是 通常我们 literature review 已经做到一定的程度了 才去投一个所谓计划申请 那所以后面的filing 如果再加上去 那样的结案报告 其实是很容易看到完整性的 所以最好的情况下就是 大家要有一定的态度 因为现在reviewer看了 也就是一个选出态度 现在看也有reviewer在指证 就是说他根本就是太sloppy 然后他拍拖一堆 然后好像没有最后的减合 所以我常常讲说 时间的找部分是很重要的 大家可能开始要规划 其实有点讲说 九月份如果再开始发想 是有点晚 应该时间上要再往前推 但是有可能这个议题 你早就一直在想 那当然就不算晚 就是每个人的复杂度 当然研究的复杂度 当然不太一样 所以我想我能够回馈就是说 我们现在做的大概都是 教育是良心事业 那结案报告应该也是良心事业 那我们觉得怎么样的是最完整的 就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看别人 那这样应该就是可以 还有另外一块就是 我在看很多人在写文献回顾的时候 他的批评其实是很犀利的 那评述是好事 但是批评别人犀利不见得是一定是好事 因为你刚刚讲 你今天批评的那个人 只有可能是你的reviewer 所以你的用词 你也要好会拿捏一下 就是说 我觉得 我们不是都一直在别人的肩膀上往上爬 其实别人给我们自己的一些回馈跟贡献 我们要是要感恩 他知道他的不足 可能用什么样的tonality来写 会比较让他觉得接受度高一点 我也是道德劝说大家 就是拿捏上来讲也要知道 那就这些分享 谢谢 请出赖老师的问题 好的 虽然这个结案报告并没有实施 成为那个分数的计算之类 可是确实是一个 如春莹老师讲 是你让这个审查者 这个 他对你 尤其对你 心理的人也会面心学者 他对你做学问的态度 你对一个计划的诚恳度 以及观察一位学者 他在面对他拿到资源之后 他的 所以这个会长期累积 就是说 成老师提醒我们 就说 要跟你的这个学术设计建立善言 这个建立善言 不只是说你常参与你的学术设计 而是说你每一次 因为台湾学术设计不大 所以你那个圈子能够審查 你的那个 可能就是base不是那么大的 那他们都是你这个学术设计里面的 有代表性的学者 如果他在很多的具体的细节都一直在看到 比如说你资源很浮烂 那你既然不好很随便 那你不太定期 你会累积出你的credit的相反的那一面 那这个对你其实在社群里 其实是你等于自我不断地在自我在反面 自我制造反面的行驟 所以我觉得在每一个这样的具体细节里面 是自我负责 同时他会连带地去建构你在这个学术设计里面 人家怎么看待你面对学术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 除了恒乎这些事实上的简报规范之外 我都觉得应该要有一个严解的态度 该怎么呈现的时候 把你那个严格式的适度地呈现出来 好 我们时间不多 大概可以一个问题好不好 还有没有 有没有任何 这个 有没有任何 那个 那个今天严老师话比较少一点 要不要再有什么话特别说一下 请不想提问 各位老师的提问也是我的那个疑惑 我其实很想在进一步请教的解案报告 因为看到有些朋友的解案报告 其实坦白说这个应该由那个学门的那个 赵集合不晓智哪有答案 因为这个问题我曾经也困惑过 我原来是一直觉得是 因为你如果是论文发表不是更完整吗 对不对 不是更完整吗 那可是这里面有转变 好像有方有转变 后来变成是解议型的报告 所以反而不是以那个完全的完整的论文 所以我后来也看到 有人用整个完整的论文 去当做接案报告的时候被审查者制 那虽然这个有没有扣到 可是他在审查案件就提到这一点 然后在副審委员会会不会移除他的分数 后来就变成一个讨论的一个case 那后来我记得在我们学门里面 后来还是回到那个目前的规定 就是它是一个检疫型的报告的格式 所以你如果是已经有发表 把整篇弄进来还没有遵照那个检疫型 那报告他有一些他的报告的格式 好像是被认为是说 就说这个是反而是不够完 不够合乎那个规范 所以我觉得目前我们还是照这个办法这样做 我很久没有参加史误 不过我跟各位讲一下 跟结案报告有关的底路是什么 结案报告都是参考性 不是只有科技部结案报告 全中华美国结案报告都是参考性 你像找人審查的时候很困难的 我还找人看结案报告 这是第一点 可是不代表结案报告没有意义 我一定要讲 第二点呢以前结案报告呢 因为坦白说 心静的同仁还有大部分不了解座人 一定看到战战兢兢 所以结案报告就会用糖色法 塞一堆资料等等 所以他后来要求 可是他不会取消 他怕取消以后大家就心生轻忽 那也让审查人至好知道他前面做了如何 所以要求精简的报告 那精简照道理来讲 那老实讲的没错 如果已经发表论文 当然是最好的结案报告 对不对 可因为跟规格不合 他只要精简 可是是不是没有结案呢 结案报告其实是有 结案报告在哪里 在各位的著作目录里面 只是比较 只是比较 时差比较大而已 所以换句话说 你假如你前面的 那个 project 已经做了五年了 还没有出现在 著作目录 有经验是哪会看得出来 那是你真正的结案报告 所以结案报告的意思 稍微测探一下 你最近的结案报告 那最后最根本原理是什么 全中华民国 没有任何能力审查 任何部会的结案报告 结案报告 结案报告什么时候有用呢 要用的时候 拿来看 那我们学术研究上的结案报告 真正的报告 就是各位的出版 其实那是真正的结案报告 他是为了防时差别 不过换句话说 最后两位老师讲的 他是印象分数 是参考型 看一看 你如果写的太差 完全是印付 好像根本没有任何实质内容 那有的更 会做研究老师 发现的结案报 跟你的计划 这个文字一样的话 就麻烦你 就把它打 大概就是这样 好不好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 厂试之后的结束 今天整理空了很多人结束 那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所有 这个同门参与 谢谢我们热光 这个同学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请各位老师 离场的时候 记得把你的名牌 交到千道数 谢谢